鲁能独秒绝平拳剑因遇害空姐而不庆祝 下轮硬碰太打取三分货有足球才会彰显出大爱的力量 山东鲁能克长最后一秒绝平天津拳剑的比赛 如同一出动人心魄的电影剧情 让人难以想象 为鲁能斑平比分的是长期因为不进球而遭到诟病的佩莱 而为佩莱献上助风的是门江王大雷的投球 中超T辆十轮 天津拳剑遇到亮五次宇战 想想也够点倍的 而他们依旧没有待主场取得一场胜利 到手的鸭子飞料 这种滋味非常苦涩 就好比去年太达长期不胜 终于有机会击败江苏苏明 可是最后时刻一秒一个失误断送好局 山东鲁能球迷再克长为被害空姐球迷献上料莫哀 而王大雷与三哥薅敬商量之后 决定队员们不要再克长于球迷大肆欢庆 因为他们或想默默站一会 为那个因为打车而被害的美女鲁能球迷 感到伤痛 足球在这一刻显示出无于伦理的力量 希望那位鲁能球迷能在天有灵 在大宇中能收获一场绝杀平局 已经不错料 可是赛后依旧有知名媒体人 发文认为鲁能是失败的 他们没有抓住上海上港 广州恒大 北京博安等争冠对手不胜的机会 失去要登顶的大好时机 可是这位拧嘴能不能全方位看待问题 鲁能的对手的主场作战的天津全剑 鲁能再强大 全剑也不是吃素的 全剑主场渴望异常胜利的欲望 比谁都强烈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给鲁能发分 而且鲁能的整体实力 在目前的中超联赛中也并非一只独秀 球队中成的防守硬度不行 进攻也或是依靠塔尔德利的快速突进 这些问题都要摆在李霞鹏案头 下一轮联赛 山东鲁能要继续课长挑战天津的球队 鲁能与泰达的比赛也算是两大老牌球队的较量量 加上今年的天津泰达已经脱胎换骨 鲁能想要在课长带走三分 十分困难 而泰达这边已经磨合成型 前锋阿奇姆棚的突击特点 对于鲁能后防线来说是个十足讨厌 所以鲁能想要登顶中超 还真是需要再加倍努力才行 有消息称鲁能已经为二次转会开始运作 进攻低效的配来位置已经出现松洞 华尔嘉佩嫂就要跟鲁能球迷说白白吗 感谢观看 喜欢士兵的朋友 赏一个订阅吧